有網友說很少聽,算不算是side-check的歌, 都Hit的,就不是大Hit, 那時候的系列是赤的疑惑, 又是梅姐的, 然後是赤的衝擊, 又是三角八位,又是三寶有和, 他們合作很多, 後來結入迷分, 有網友說, Eat不Eat, 這是多餘的問題, 如果以前的三角八位, 其實不是很漂亮, 那麼大一定是熱的, 它有氣震, 但是如果現在看到, 真是窄窄地, 不要說他, 三寶有和, 其實是十幾二十年前, 他已經做了一些中老年角色, 也是很帥的, 畢竟, 這部電影赤的衝擊1977年, 現在講講講2024年了, 算是年終了, 過了三年, 就五十年了, 說不得人害怕, 五十年了, 我看過這部電影, 聽過這部電影, 都起碼四五堆東西, 坐底都, 好, 這一節呢, 首先我要嘗嘗這個貓山王, 魚餅, OK, 好, 先說, 阿正吃過了, 這個軟度夠了, Operator又吃過了, 怎樣? Operator又吃過了, Operator又吃過了, 好人喜歡的, 比黑刺好吃一點, 比黑刺好吃一點, 你吃過黑刺嗎? OK, 好了, 我呢, 就不吃榴槤, 但我每年呢, 我都會吃一個, 為什麼呢? 賺吃嘛, 我起碼要知道他, 對比去年, 那個進步, 嗯,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第一年我吃完狼牛, 第二年我好一點, 第三年, 我今年呢, 但是我又不會喜歡吃咯, 我去到, 我現在都覺得很好吃, 嗯, 這次我去馬拉呢, 帶些人去吃榴槤, 那麼, 見到一些, 不知道是YouTuber, 還是其他人都說的, 現在, 就是這樣拍的那些, 是啊, 那麼, 有, 兩個鬼妹, 兩個鬼仔, 在榴槤當到榴槤很久, 那麼, 終於要, 在榴槤當到榴槤了, 嗯, 那麼, 終於呢, 買了榴槤, 那麼, 看他們的樣子, 每個都是第一次吃的, 那麼, 一男一女去試吃,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呢, 很久都不敢放進口, 那女人放進口, 不知道為什麼女人, 真的喜歡榴槤的鬼杯, 最初也很害怕的, 是, 我看著他, 於是, 好吃的, 然後馬上叫那個女人一起吃, 那個女人又吃, 又是第一次吃的樣子, 嗯, 但是那個男人呢, 即是在鏡頭前那個, 吃完, 一吃下去都吐了, 嗯, 真的不是每個都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OK的, 很好吃, 嗯, 為什麼我們的明明, 都是榴槤月餅呢, 為什麼我們的好吃一點呢, 我當然有秘技, 你們吃過有支, 我這個榴槤月餅呢, 我每年呢, 是過了中秋的人都繼續在那裡, 喂, 還我摸, 喜歡吃榴槤的人, 他不會理你, 是不是月餅的嘛, 喂, 有很多什麼榴槤果子, 就是, 就是偏偏就是這隻, 這麼神奇的, OK, 好了, 等一下,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去馬拉, 我去過兒保, 所以這個五日四夜團呢, 就去少了很多地方, 其實呢, 阿正是很久沒有去啦, 大團啦, MME其實是抗生啦, 外面做到怎樣都, 我再說一次, 其實是沒有, confirm, 的, Terms 出來的, 到現在這一刻都, 那麼外面照做的啦, 不理的啦, agent 又沒有出牌, 我們當然不會做這些事情啦, 因為, 一日未, confirm 這些事情, 不寧願吃小鹿阿粉, 嗯, 第二, 譬如, 有些現在很流行的, 有些現在很流行的, 喂, 在沙巴那邊, 沙巴那邊拿個MMH, 打算拿那邊容易一點, 過來吉隆坡那裡住, 但是, 都會有0.1%, 我永遠不會說沒有的嘛, 那如果去脫離呢, 我上次專心播一段影片, 我不知道我沒有播, 播一段影片, 他們現在正在吵的, 就是, 為甚麼好像, 我們是一個, religion free 的國家, 為甚麼好像, 穆斯林好像會怎樣呢, 如果再這樣, 我們不會留在那裡, 當然我覺得, 現在是, 紙型而已, 就不至於, 所以, 用那個條件, 譬如, 申請東馬, 然後去住西馬, 我也覺得, 不成熟的, 不應該的, 那今次我去怡保呢, 其實就是為了吃, 這個芽菜雞, 大家都知道, 馬來西亞吃, 整個馬來西亞都有, 但是, 偏偏就是, 就為了幾檔, 就為了去怡保, 因為那些水, 我今晚就不是特別要說, 芽菜雞, 而是說一個鬼故事, 是, 又有鬼故事, 但是, 首先呢, 我們這次, 去到那裡吃芽菜雞, 當然, 沒有變得, 是這麼棒, 哪間, 老王? 我認證, 我認證, OK, 那今次, 我聽見, 他們說有個金多寶, OK, 所以拍了一條片, 金多寶, 58個字, 58個字, 多多 Supreme, OK, 金多寶, 2千多萬馬幣, 4千萬港幣, 那就很厲害了, 58個字, 那其實呢, 比我們香港, 現在49個字, 我真的不知道, 49個字, 我們500個字, 每天開菜, 為什麼我會說呢, 我正正在我吃芽菜雞那裡, 說那隻雞就好了, 可惜太飽, 結果我又犯上那次, 我們每一次, 太飽才可以, 不能吃, 我們每一次都吃芽菜雞, 原來對面有些, souvenir shop, 他們會賣一些黑衣雞, 鹽焗雞, 我們每次都說, 真是下次, 留在那裡吃, 但是真的太飽, 但是導遊說, 買回去, 一凍就不好吃了, 要不就回到酒店, 馬上吃給你們, 回到酒店馬上吃, 不那麼飽, 是吧, 好了, 我們吃了六碗可粉, 六個人, 三碟雞飯, 就是沒有人分享, 一隻雞, 一碟芽菜, 一碗丸, 又一碟雞腳, 一碟雞腳, 都是這樣的東西, 真是貴, 二百六元, 四塊港幣, 六個人, 沒有人吃六十幾元, 港幣, 那我想便宜, 如果以前真的是四五十元, 喂, 港幣, 但是這餐東西在香港, 不要說多了, 我都不說多了, 那些粗東西, 那些雞, 那些, 你怎麼都一千, 一千, 那不是文文, 你吃不到, 哪有吃到這隻雞呢, 這隻雞如果在香港, 出到來, 很貴就不好, 你買六七塊水, 我想便可以買到, 你做到這樣的水準, 就是特地, 就是兩天, 好了, 因為, 我們既然入兒堡, 我們的導遊帶來一個地方, 我們講一個故事, 這個, 我們最後才看相片, 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 我一旦走路的時候, 我應該會想, 這個故事是關於什麼呢, 關於愛, 關於鬼, 關於靈異, 關於財富, 很多東西, 這個叫做, 海利古堡, Carrie's Casual, 就在, 之前, 這個Carrie's Casual, 他本身有很大的故事, 首先, 他這個, 主人就是蘇格蘭倫的, 叫做William Kelly Smith, William Kelly Smith, 其實就, 不是很有錢, 但大家要知道, 大航海時代, 或少少, 東亞的, 常識, 最早, 出海的, 是歐洲, 是葡萄牙,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葡萄牙, 你現在看的地圖也是, 偏安一角又窮, 歐洲那邊, 又不夠人抽, 於是向出海走, 後來找到食物, 西班牙見到的又來了, 近海的地方, 譬如荷蘭, 英國, 大航海時代, 就是去找地方, 至於, 有個人叫做哥倫波, 因為看到, 荷蘭的好東西, 搞東印度公司, 去找印度, 結果去找美洲, 於是他以為是印度, 他以為是印度, 就叫做印度, 那些是印度, 那些是印度, 那些是另一個故事, 老實說, 當時, 有些冒險家, 會跟著商團, 軍隊, 會去東亞的地方, 這個William Kelly Smith, 亦是其中一個,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他為什麼會跟過去, 除了一些天生, 你也知道是外國人, 很喜歡 adventure, 冒險之外, 他當然是在本地上, 沒有什麼機會, 他很喜歡亞洲, 他很喜歡亞洲, 他首先跟著他們, 雙隊,雙船, 他去了印度, 在印度, 找到食物, 第一通燈, 然後, 他也去了馬來西亞, 二寶, 二寶, 其實, 在以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這些馬來西亞人, 可以阿曼我, 他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是特別有錢的地方, 但是他發現了一件事, 在那個世紀上很需要的石, 你看到現在去到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他也很喜歡用那些石, 用來做一些杯子, 甚至是一些雙子塔, 甚至是一些紀念品, 於是發達到英國人, 因為後來的懷孕都是幫助英國人管理的, 他只會賺了很多錢, 這個人, 這個William, Candy Smith, 跟以前的未婚妻, 結婚, 有了小孩, 全部人都很喜歡亞洲, 很喜歡亞洲, 是很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蘇格蘭住過, 你就會明白了, 那麼多美食, 那麼多香料, 那麼多東西, 而且很明顯, 他們在這裡, 他們可以在那個年代的想像中, 基本上是做皇帝, 是吧? 就算他賺了那麼多錢, 回到英國, 他當然成為一個官司, 一個紳士, 但是他是不是能夠做皇帝呢? 就等於你在香港, 你去找兩皮東西, 就請一個奔妹, 你都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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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的, 你去到英國, 你去找兩皮東西, 英磅, 你都請不到一個工人的, 就是這樣的情形, 於是很OK的。 好了, 然後在宜保這個地方, 他就建了一個古堡, 這個古堡當然是一個很大規模, 之前的 У 因為我去看過的偷消廠在歐洲、 哈羅地亞、 捷克阿英國啊, 那些是神經病的幾十間房間 許大日都是很美的 說有了河城河 很大的地方 而且在那個年代 1915年左右 他就想到 其中一個位置是平的 Wolf Talk是平的 他想到在那裡做網球場 當然我們去現場看 我們倆為何不在那裡 為什麼不在那裡做網球場呢 但是當時可能他們覺得很特別 而且最重要 他有三條通道 據說 一條通道 就通到很遠 通到宜保的市中心 一條通道 就不知通到河 三條通道據傳聞 但是 一開工的時候 很多怪事發生 所以有河城河有很多怪事發生 就像金字塔那樣 那些工人又死了 或者有些工人 一開工就病 有些工人的家 總是受了詛咒 咦 這樣不對勁 William Kelly Smith 就問一下那些朋友 當地的朋友說 是否要拜一拜神 真的不想成功 於是 於是 他走到那個古堡 也不是很遠的 可能幾百米 就建了一個印度廟 為什麼會建印度廟 因為其實是印度法籍 印度人會跟他說 建一個印度廟 其實是很奇怪的 你們看到印度廟的正門 摩索其實全部都是 他的設計 就是一個人躺在那裡的腳板 腳板底 人躺在那裡 腳板底 就是一個人躺在那裡 腳板底 就是一個人躺在那裡 腳板底就是一個門口 印度廟的門口 所以裡面 你看到印度廟中間 往往有支旗桿 嗯 那是什麼呢 我講得是印度廟 是在那裡 是在那裡 他們在那裡 那些印度廟 好像 那些古怪事 就沒有那麼多 譬如 一百人開工 都是一個人病 兩個人病 之前一百人開工 是一百人病 其實已經很離譜 因為是一百百分比 中 那就繼續拜神 好了 那麼 William Kelly Smith 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不肯定 我聽到這個故事 他之後 有一個旅程 就可能去 新加坡 大家知道 宜保是近檳城那邊 新加坡是很遠的 他們坐船 坐飛機 過去 有意外 不是打仗 就過了身 William Kelly Smith 其實也是 四五十歲 走的時候 沒有交替任何事情 家人很傷心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 是送給他老婆的 他打算送給他老婆做禮物 那些小孩子 有這麼小 幾歲 好了 那時候 那些人說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遇害 難道真的會觸犯了神明 於是那些人又開始說 哎呀 他可能是 建了一部廟 他已經帶錯了 因為我們本地那些辣毒公 其實大家去過馬拉西 土地廟 即是等於土地 你沒有理由 你來到我這裏 拜他外面的神 拜他外面的神 你拜他也不敢 拜他也不敢 拜一下我 你拜一下我一份 人們就這麼說 但是那時候 Kerry太太 她的小孩子很傷心 就覺得 都不想再留在這裏 走 一街之處就走了 當然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當時 除了有錢之外 也都是因為先生 長袖羨慕 可能在社交圈子裏 可以 很揮灑自如 讓他們生活得很好 先生一旦不在 很多事情都未必同 所以他太太 子女都回到英國 甚至乎那些東西都不要 還要送給馬來亞 那時候是馬來亞政府 那時候 就說是英國政府 好了 這個古堡 其實是一半部 其實 沒有員工 就因為發生這件事情 接著我們會有 太平洋 即是第二次大戰 也有 更加有些破爛 好了 這樣的地方 建不住 沒有住過 當然會有些靈異事件 不知真還是假 有很多人傳出來 有些人說 晚上 附近的婦人 會晚上 聽見有人 彈鋼琴 那裏是沒有鋼琴的 有鋼琴聲傳出來 有些小孩子 就算是四五六十年代 都會 進去 怎麼說 談險 差點忘記說 在日本仔 時候 當然日本仔 也是入主那裏 那裏 那裏 有頂 有頂 沒有內部裝修 那裏 也當然是在那裏 刑場 當然 一定是 刑場 現在政府 1956年 建立後 應該是七八十年代 這裏 成為一個景點 所以還做些事情 盡量去保育他 但是 其實我覺得 他做得很頑皮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想是州政府 的銀子問題 盡量去保育他 但是 隨著時代發展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他的傳聞 竟然是越來越多 而不是越來越少 最令人奇怪的是 一件事終於發生了 有一個人 我不準確 在馬來西亞的人都知道 現在這個人還在 四十多五十歲 又叫做Kelly 這麼巧 又是馬來西亞人 好了 這個Kelly 他以前很厲害 在美國讀書 所謂現代 其實 有些人說 阿多拉 什麼鬼東西 東菇 不知什麼 有些人說 馬提爾 看你怎麼看 這個國父 東菇拉曼 什麼阿多拉 那個就是 開國的總理 那個是 時身家族 即是政治家族 那麼 馬提爾 就在 政治那裏 打滾打上尾 這樣 好了 這一年 馬提爾 應該是90年代 他訪問美國 也看到很多 大馬的學生 當然會見大馬的學生 去到外地 每個人都說 那時候 五十五小龍 都很受尊重 但有個學生 當面 就指出了很多 當時馬來西亞發生的問題 有些人說 旁邊的人 很討厭 不是 旁邊的記者 隨傳記者 那些人就說 你這麼聰明 大約是 你來組 那個小孩 就說 我讀完書 我一定會回馬山 我一定會做到首相 好 到時 我一定會把我今天說的事情 你不做的 我會做 有個故事 這個Kerry 的人 回到馬來西亞 很厲害 其實到現在都很受歡迎 一般的馬來西亞人 現在都很受歡迎 都還覺得他 是否終於 都會 東山再起 再做到首相 就是 部長那個 他回來 首先 第一件事 他混了 當時 我不記得 好像是 安華還是馬拉提 那個女兒 那 你說他會不會 有多少 是 想借著 這些政治力量 加速他的 提升 不需要我問 好了 咦 不能對路 後來他混了 那個女兒 那個老爸 下了 他就馬上混了 另一個 我不記得哪個 蘇丹的女兒 去上位 後來 甚至乎 做了部長 就說最近的 例如COVID 之前 他很混亂 完全整個馬來西亞 比香港還混亂 更慘 他上來 那些事情都很理順 所以 其實馬來西亞人 華人 都很喜歡他 好了 有一個這樣的人 很有能力 當然你說 把口收不收 或者夠不夠人 譬如我們現在幾十歲 看看一個學生 學生有這樣的 圖情狀語 合理的 學生 但是 到了你出來 做事的時候 在東方社會 這麼high profile 他在美國讀書 沒有辦法 是不是好呢 你知道我們 傳統 畢調 好了 他都 聽報清文 很厲害 但是 為什麼會說到 這裏 就是關於一個古堡 因為古堡 越傳越厲害 越傳越厲害 於是 這個Kelly 有一次 在網上節目 就說 不如我們這樣 講到這麼厲害 我們就做個零探 好 就要探 有一條隧道 他們據說 全民之中三條隧道 有一條隧道 去到哪裏 又說這麼多 我們去 於是 有幾十個網友 一起去 因為那裏 就直播不到訊號 但是大家想像到 都會盡量去錄播 走完之後 錄播 或者出來會分享 裡面看到些什麼 但是那次非常古怪 那個靈探 去完一次之後 第二天的人 一直在等他們 究竟有什麼 沒有人說話 是沒有了下文 好像沒有發生過 那樣的事情 有人追問他 沒有什麼特別 就算了 而且 再沒有第二次靈探 反而 這樣是更古怪 是吧 究竟 當地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 去完第一次靈探 就沒有第二次 而這個Kelly 他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還未去到現在 他現在被人 基本上 又不是踢出黨 冷落在一旁 但是這個人 在武統裡面 那些人是很 有一個派遍 覺得他都是未來師兄 而現在 是低層的 那些人說 他這麼有民意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因為那時候 他剛回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做過這個動作 真的去靈探 捉路了Kelly 還是怎樣 為什麼出來 幾十人 你想想 幾十人 有些學生 有些中產 有些政府官員 有些藝人 這樣會有人多嘴 裝作 出來 我知道什麼事 人人都這麼神秘 沒有說 而且沒有第二次 那時候說 要陸續再做 那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喂 你以為政府被壓力 你都可以出去 沒事 原來都是沒事的 好 OK的 這就令到 海里古堡 更加增添他的神社 當然 我讓你這次去了 但是我當然不是晚上去 因為那天我們準備出吉隆坡之前 我們去過 其實我拍了很多照片 不過我給大家看幾張 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照片 喏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正門上 拍攝上去的 入口裡 其實呢 中間有護城 外有城 這個就是我估佈了 好 這個近一點 為什麼沒有那麼好 因為這張照片是我下載的 所以沒有那麼好 OK 再下一張 他又不是 他帶來呢 他是接受到的 一家人住是OK的 嗯 就是 因為我上網去看 他有一個客房 有一個洗房 有一個女房 有一個主人房 四個房 但是當然一間房 也 我想四五百尺 五六百尺就有了 怎麼也有一家人 OK 好 再去 有一個酒教 這些呢 就是我當日拍的 這個其實我們現在上去 那個天棒 其中一個天棒 是平的 拍上去 看不看我們的網友 是呀 他上去你不知道 還以為他呢 插個只是美國旗 OK 好 再去 好了 這裏呢 大家看看重不重女 咦 又包頭了 喏 喏 是美女來的 是呀 正呀 我們重女的 喏 為什麼呢 當日我們走 從這裏的時候 見到幾個女生 喏 然後呢 我們的導遊就走過去 喂 可不可以跟我們 這個 香港的名人 可不可以跟他 拍張照 那其中一個呢 看一看我 就跟著問導遊 咦 她是不是香港來的 她說 那個導遊 你怎麼知道 你看她的節目 她說不是啊 她說她的主人 她的媽媽啊 經常看我節目的 是呀 竟然在馬來西亞 遇到一個印尼容公 回鄉下 跟朋友來遊淘 是 你怎麼認得 而你猜不到呢 誰是印容的 最左邊那個 放大些照片 哦 猜一下 猜一下 你猜不到 喂 我平時在街上 看到印容都不是這樣的 絕對不是啦 對不對 好朋友 喏 誰是印容呢 呃 又西邊第二個 呃 又西邊第二個 黑色 又西邊第二個 四眼那個 你這個是 你最平常的 不是啊 是在我旁邊 最索的那個 大劇帽 哇 如果她幫你做印容 你出事 嘩 不行 我老婆不給錢 哈哈 那她跟我們一起拍照 喏 但是要這樣說 就是有三個 其實他們有三個在香港做事 在香港做事 一個是帽 黑色三個就不是的 那是黑色三個 那是黑色三個 那是他們的朋友 那是她們三個都好 她們三個都好 四個都是印尼妹妹 我生不出 四個都是印尼妹妹 喏 好回來了 喏 重女的 還有沒有照片 這裡 OK 好了 這就是海的別墅 那其實呢 我覺得還是很值得去的 就是 天氣也好 有女體 OK 好了 我又不出相住,大家繼續上來,明天我們長住,當然有專人長住,跟大家驗眼,驗血,免費的,月餅回了,你可以上來訂購,買現貨,提醒大家,我們的青酒鮑魚,鳳酒,鳳提筋,豬手,和鮑魚內臟,全部齊了。 我鮑魚,你吃過沒有?沒吃過,明天你試,我鮑魚,有人說的酒太濃,有人說的酒不夠味道,這個是鮑魚的味道問題,但是,任何人都說,鮑魚很厲害,當然很厲害,我逼你做的事,而且我們這次是雪硬了,大家拿回去,你當然不要一年了,其實都不怕的,盡快吃,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其實都OK的, 鮑魚是298,我都不記得,其他都是幾十元,鮑魚內臟,反而最搶手的,好像是60元,又說是壯陽又說的,最重要是好吃的,我們出了一張照片,這個是我一個新嘗試來的,但是沒有包裝,可能差一點,大家出一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其實現在外面也好,坊間也好多, 就是這些矯正義,淘寶也有的,台灣也有的,意大利也有的,我們這一隻一般外面買,其實買400多元是很貴的,外面一般買,298,300多元, 因為我們自己都在錯,即是我們書面寫的時候,他有大人有小孩,他其實就是令到你的坐姿,腰會直,而且你是不會,好像不舒服,是舒服的, 嗯,是舒服的,那麼我們呢,這個矯正義呢,已經是到那個房子,做好包裝,上了架了,得家,我真的不記得多少錢,那個大人都是不用二百元的,小孩子就好像一七九,那外面全部最便宜的那家,我上網看過了,GTV那些,怎樣都要買三百元左右,或者二百幾三百元,很多時候買四五百元,那我都是百多元而已,那好,說回來啦,至於那支洗頭水呢,就停了開了,那個promotion,那我們真的很抱歉, 我做promotion 就買到別人,我代理沒有了貨,那訂了貨的朋友呢,我們下星期盡快會製薪貨到,因為,就是我其實沒有特別跟代理夾,我又不知道那個貨只有這麼少啊,那於是大家都很踴躍地下呢,是呀,你都買了,沒了,是呀,不要緊要,下星期會翻貨的,那訂了貨的朋友呢,那我們會通知來拿的啦,那未訂就沒有辦法啦,我們經常都這麼便宜就,不是叫promotion啦,那這個減價啦, 好嗎?好,我們下載